同如其來的一場天搖地動 將近五百萬人 突然成了無家可歸的災民 隨著搜救生還者的希望 越來越渺茫 救災的重點 也轉移到幸存者身上 夏季初期 本來就容易出現傳染病 涉事三十度的高溫 助長了大災之後 必有大瘟疫 這樣驚心動魄的說法 多江燕就一度傳出幾千人 同時發生腹瀉的傳聞 雖然後來證實只是謠言 不過也反映出民眾的憂慮 災後慾望 災後慾望 多慾望 多慾望 收災後慾望 慾望 慾望 還是有大災之後 有大疫的各種傳言 人為的製造了緊張氣氛 在韻市的世界衛生組織會場 是否發生疫情也是關注焦點 好的原因是 沒有疫情 從我接受的 中共當局 目前把防疫列為高度優先 安置場地不停的消毒 醫護人員馬不停蹄地進行衛生教育 同時嚴密監控災民健康狀況 還有心理醫師進駐 安撫飽受折磨的災民 不過災區還是出現30多個氣性壞居的病例 當地醫院如臨大敵 所有有開放性的傷口都在這兒就在檢驗科 就移到了最前線 檢驗科就是傷口的分泌物可以做圖片培養 一般5分鐘可以出報告 原本存在土壤中的這種病菌難以消毒殺死 受到嚴重外傷的人萬一受到感染 病情發展很快12個小時就會死亡 不過在提高警覺之後 目前並沒有人死於氣性壞居 而這也不屬於法定傳染病 另外為了救治大批傷患 醫護人員都拋下悲傷發揮大愛 有死有壞 他們都死去 人在這種情況也是沒有辦法 我都不是你 把他們留在這兒 真的我不認識 但是沒有辦法了 雖然救援物資源源不斷地送往災區 但是範圍太大 災民太多 消毒跟醫療物資還是出現窘境 還有搶奪物資的遺憾場景 不過更多的是自救救人的災民 看到運送物資的車隊 農民趕緊拔起田裡的大白菜 拖救難人員帶進更偏遠的災區 偏遠地區飲用水的危機 隨著運來的各式濾水器材 終於宣告解除 彭州的這個村落 則是互助合作 共渡難關 農民用行動表達出的堅毅精神令人動容 四川大地震不但造成許多人傷亡 位在川暑地區的名勝古蹟也因此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像是原本充滿文藝氣息的李白故居 如今變成宛如被炮彈轟炸過的廢墟 而宿有小酒寨之稱的北川縣 現在也變成一大片瓦力堆 震垮的房屋就像是被推倒的骨牌一樣散落一地 而過去一山傍水的汶川縣 也禁不住強震 變成了這副模樣 過去是旅遊名勝的古蹟 現在都傷痕累累 看在災民的眼中 想必又是另外一次重大的打擊